我们再来关注长租公寓市场 那去年的下半年 长租公寓呈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台势 拉动了一二线城市的房租飞涨 那深圳地区最高涨幅达到了30% 而其他城市涨幅也是多达20%之多 随着各地的调控政策出台 近年以来不少的长租公寓运营商资金链断裂了 那频繁出现的爆仓会对于目前的长租公寓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来看记者的相关调查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深圳多个长租公寓项目 了解到今年的租赁市场较为冷清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基本上都有满减活动 租10个月送两个月 或者是租一年免一年管理费等等 谢克飞是最早一批进入长租公寓市场的运营商 他告诉记者 前两年市场上同类型的产品很少 根本供不应求 但是这几年随着资本大规模进入长租公寓市场 他们获取物业的成本急剧上升 开发商和一些业主 他们也相继地进入市场 竞争大了以后租金涨幅放缓 整个市场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 长租公寓主要的问题是 根本上还是不赚钱 其实这个不赚钱的核心就是在于 我们的房价和房租之间的比例问题 在一线城市现在大概房租和房价相比 年收入的投资回报率大概是1.5%到2% 如果你自持物业的话 连你的资金成本都不能覆盖 所以做的越多亏的越严重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的统计数据 目前国内重点城市共拥有长租公寓超过2000家 公寓间数超过16万间 尽管入局者众多 微薄的利润和艰难的营运压力 还是使得不少运营商转换行向 据中商产业研究院统计 2018年至少有9个长租公寓品牌消失 随着资本退潮 长租公寓的一些行业乱象逐渐浮出水面 一些运营商为了最大化的攫取利润 也频频打起擦边球 服务缺位甚至暗藏违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为了缩短空置时间节省成本 一些租赁企业从收房装修 到租客入住的周期 甚至不足一个月 租的是一个大概是10平米的房子 租金是1490 在我住了大概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觉得早上起来的时候会点头晕 然后喉咙会点痛 而且能够闻到明显的异味 除此之外 部分长租公寓中介服务机构 误导消费者通过第三方金融机构 进行贷款 以消费者的信用风险换取其资金保障 深圳的爱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签下租房贷款合同 房租不是交给房东 而是交给网贷平台 如果租赁机构资金链断裂 它不仅会遭遇房东强制清退 还会面临个人信用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 随着市场降温 长租公寓行业的竞争 将逐渐从早期的无序生长 向精细化运营方向发生转变 未来企业的运营能力将成为生存关键